嘻嘻喉 欸大家好 這裡是艾哭雕拼長 今次要來開玩SHF的驚奇蜘蛛人 來看看這三豬合體最後的拼圖表現如何吧 頭部可動在那長長的脖子下表現優秀 低頭角度略微不足 抬頭則是能抬得相當高 只是裡面會露出漏色關節 可以考慮補個色 手臂旋轉緊實順暢 上臂設有水平關節 特別的是手肘這邊也能水平旋轉 這是另外兩位蜘蛛人沒有的設計 手手的雙關節能實現相當大的彎曲角度 胸部兩側也有切除手臂增加可動域的拉伸設計 上半身胸部的可動非常優秀 360度都好扭 手臂增加可動 腰部則是做了前彎的特化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要用紅色的關節 然而腰部還是能稍微左右轉 另外兩位蜘蛛人都沒辦法到這種程度 封鎖部的前彎和後彎角度都很不錯 側開角度也很OK 大腿設有水平關節 膝蓋的雙關節彎曲角度超棒 這點也是山豬之最 腳踝也保有遮醜零件 可動不錯 腳尖也可動 接地表現也是相當優秀哦 但很可惜腳底沒有做出鞋底細節 以往的Mafix版就有做 實在遺憾 零件一覽 5隊替換手型 1根拉扯蛛絲特效 以及發射蛛絲特效長短各一隊 這個紅色是我自己補色的 這次的手型又很懸疑的沒給握拳手 但這次的抓蛛絲手比較接近握拳 姑且能湊合著用 不過舊款的Mafix版手型 可以無痛直上哦 雖然比例有點大 給各位參考看看 和舊款Mafix版比較一下 Mafix還是大上一號 就可惜有關節爆裂和褪色通病 不能表現還是挺不錯的 如果你有收以前的Mafix豪華版 它的配件是可以搭配SHF玩的哦 再跟Mafix和Figma出的第一集版本比較一下 希望SHF也有機會啊 這次的SHF驚奇蜘蛛人 本體表現我覺得很棒 顏色漂亮 可動優秀 關節鬆緊適中 把玩起來手感相當好 但問題就在配件了 加菲的頭雕取消 我真的是超級失望 沒給握拳手也是滿頭問號 希望以後別再這樣搞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玩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太好啦 以下Action是大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對 大家可以星氣 有沒有 會員 我要 請 提供 解 百回 禮 歡迎 請 賺 請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